新政实施刚一天 昨天傍晚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说 南京双旗路附近一辆渣土车撞上了电动自行车 伤者倒在了地上 难道渣土车又造势了吗 今天记者到交管和城管做了了解 来看新闻调查 7月2号18点58分 网友宣服使发微博称 眼看三辆渣土车编队闯红灯呼啸而去 就知道又要出事 果然一公里后又有一位不幸者倒在了渣土车车轮向 地点是双旗路 网友配发的照片上一辆电动车被压在渣土车轮向 后面还有一辆渣土车 事故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今天上午记者邀交警二大队民警再次来到事发地 那我现在是在南京白夏区的双旗路 那么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 渣土车是从我这个方向是由北向南在进行行进 那么助理车是由东向西在行进 两辆车在这个路口十字路口的时候发生了喷擦 而我们从当时监控视频的截图来看 画面上显示电动车撞到了渣土车的左侧面 警方初步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方可能是电动车主 电动车相对就较快一点 我们从路上来看 可能他当时来不及刹车以后 伤手就本能的离开手法以后 想来撑一下这个撑土 结果没有撑土 从目前调查情况来讲 可能渣土责任不大 至于网友质疑的编队行驶还会出事故 一说警方经过调查确认当时这辆渣土车是单独外出修车 并未组队出行 城管部门也表示 一般是在这个扎土因素时需要引导车 不管是实车还是空车 如果是这个不在这个因素时间段位 扎土车去修车 这个加油啊 就不需要引导车 城管部门表示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 扎土车并未违反7月1号出台的扎土新政管理条例 因此暂不会对扎土车司机以及单位做出处罚 记者目前从警方了解到的消息是 事故中电动车车主脸部受伤 无生命危险 不过我们在事故现场注意到 这个交叉路口没有安装红绿灯 交警表示 他们之前已经提出申请在这一路段安装信号灯 但由于周边即将进行拆迁改造 因此相关部门想待道路改建后再配置红绿灯 但现在看来安装信号灯迫在眉睫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